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ZZLAB,我是郑郑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4K电影的插件 但是有很多的4K片源,它是属于4K HDR的片源 所以它在播放的时候,默认的情况下,它是一种很灰的感觉 整个的影片呢,看起来都非常的暗淡,没有色彩 我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呢,我突然找到了这个方法,加载3D LUT 这个方法并不是适用于每一个CODI 同样是17.6的版本,在Mac系统上,这个3D LUT是可以正常加载的 但是在机顶盒上,3D LUT的选项根本就找不到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应该如何设置3D LUT 好,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 请你不要忘了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我们进入CODI 然后进入插件里边的Watch Dogs 这个Watch Dogs里边有很多的4K片源 现在还比较好用 如果你想安装Watch Dogs呢 你就可以去我视频的右上角去找这个安装矫程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你也可以去我的频道里面去找 好,现在我们就进入Watch Dogs 然后进入这个The Dogs List 然后再进这个第四次 好,进来之后呢 第四项,这个4K Ultra HD Movies 我们进入这个 好,进来之后我们就选这部电影 好,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视频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呢 画面呢是比较灰暗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打开这个设置 齿轮 右下角的齿轮 然后选色彩管理 然后把这个色彩管理 打开 然后在3D查找表里边 我之前已经把这个文件加入到这个3D查找表里了 所以我可以选择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300是最亮 然后以此类推往下是越来越暗一些的 我们现在就打开这个300最亮的这个文件 好,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画面 非常非常的鲜艳 已经OK了 这就是一个加载的过程 当然在这之前呢 你还是要设置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眼设置在哪 我们到主页面之后 点齿轮 点系统设置 然后再显示这一项 我们找到色彩管理 默认的情况下 它是关闭的 我们要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在3D查找表里点一下 它就会开始浏览你的电脑或者是机顶盒 然后你找到 下载好的这个ZIP文件 一定要把它解压 解压之后呢 把这个解压好的文件 放在这里 直接用压缩文件是不行的 然后你可以随便的选择其中一个 OK 选择一个 然后你就可以退回去了 这时候你在这个赤轮里边选色彩管理 就可以看到它了 只要把这个按钮打开 它就可以直接加载 现在我们关闭 再回来看一眼 它是这么灰暗的画面 然后我们把色彩管理打开 打开 关闭 OK 画面非常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部其他的电影 看看它在其他的电影上表现怎么样 好 我们现在也是暂停一下这个画面 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很漂亮 它这个还原色还原的非常好 它这个色彩管理一旦打开之后 它就是你在看所有片子的时候 它都是开着的 我们现在把它关上再看一眼 好 这个就是它原片的颜色 灰灰的这种颜色 把色彩管理 关掉之后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现在还是把它打开 所以在你看正常颜色的片子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把它关掉 因为那有可能会看起来颜色太浓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 关于这个加载3DLUT的这个色套的问题 因为Cody的版本有很多种 而且我们使用的平台也有很多种 各种情况都会出现 所以如果你进入设置之后 你进入这个显示 没有色彩管理这一项的话 那就说明你的显卡是不支持这个3D色套加载的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那也没有办法 你只能去更换你的设备 或者更换你Cody的版本 去找到一个有这个选项的版本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Cody用的3DLUT的文件 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面 如果你在视频下面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关注我视频上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进到公众号里 你就可以找到这些文件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你点赞转发 当然也希望你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好 那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